大家好 今天是3月26号星期日 我们继续复盘热门的标的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会员去观看更多的视频 好 我们先看一条消息面 达利欧说世界正处于危险的边缘 或面临三个地震时巨变 好 我们学习一下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 首席投资官导师 董事会成员瑞·达利欧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年年会上表示 巨额债务的货币化 财富和价值观的鸿沟 引发的巨大内部冲突 以及国际大国的冲突 这三种因素正在推动所有时局的发生 达利欧认为 世界正处于危险的边缘 可能会面临三个地震式的巨变 如果会发生的话 我们可能会见证 我们一生中没有看到过 但是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改变国内和世界秩序的事情 这三种力量几年前就开始了 已经达到了危机点 正在推动所有时局的发生 达利欧所称的三个巨变分别是 一是巨额债务的货币化 即各国央行通过印钞发行货币来购买这些债务 二是财富和价值观的鸿沟引发的巨大内部冲突 三是国际大国的冲突 达利欧认为 现在这三种因素都在以1930年到1945年以来最大的程度出现 他认为 很多指标如实际人均收入 人均寿命 营养水平 从长远来看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 尤其是技术的提高 情况会大大改善 这种上升趋势的进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周期性波动 而这些周期性波动由短周期组成 它们相互影响 会形成大周期 这种大周期就是所谓的好年景和坏年景 此外 导致这种大周期的事件并不是根据时间线发生的 而是由因果关系决定 因此它们的发生并非注定 而是可以管理的 达利欧进一步强调 很多时候 许多短周期累积形成大的长周期的过程中 债务率上升 负债变得太大而无法维系时 就会导致债务减计和货币化巨额债务 同时伴随金融经济周期 还有各国内部的政治周期 以及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周期 历史表明 这三种力量同时叠加时 就会导致动荡的过渡时期 往往会导致巨大的国内和世界秩序的巨变 它指出 自1945年 上一次新的世界秩序货币秩序建立以来 也可以叫做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秩序建立以来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2.5个短周期 积累到现在形成一个大的债务周期 现在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相当高 这时央行包括美联储就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来应对通货膨胀 使得市场开始发生裂缝 而经济也开始出现疲软 他认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大的国际地缘政治周期 我希望的是世界的智慧 克制和理解世界能够继续保持和平和繁荣 他说这个话题还是比较大 大的方向就是繁荣之后的衰退 就这意思是吧 那么衰退是经济的一个表现形式 实际上会对很多领域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么什么地缘政治之类的 什么各种货币的一些影响 对吧 是这些 但他真的会继续带来美股的暴跌吗 或者是金融资产的一个暴跌吗 有可能 对吧 那他跌了吗 这叫这倒未必了 对吧 所以有一部分人看到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消息的时候 他就认为市场就一定会继续的大暴跌 这呢 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这种思维模式是什么呢 长线的想法 或者说外在的世界啊 对你投资周期啊 这个持仓周期的影响是吧 那我们说我们的交易模式什么来着 短线 波段交易是吧 那你看着太远了呀 那你那些多头的机会你就错过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外在的世界自然有他的一个环境啊 或者叫因果关系带来的一个果是吧 那资讯市场 金融市场 他也不是一直垂直下跌 对吧 所以一部分交易者呢 他这个思维啊 还是按照长线的那种长线持仓的思维来看的啊 这个呢 他就赚不到钱了 对吧 好 我们继续看这些图再说哈 我们来看一下CHPT网友问 那这个图 他处在下跌区线的左侧 因此我们对他的预期都是按照反弹来预期的 那么最近啊 也就是本周呢 是一根带上演线的阳线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多头有所反攻 按照短线思维 按照波段交易的思维 下跌趋势 被突破 就是短线的下跌小趋势 被突破回踩 那么只需要再来一到两根止跌K线 就可以再做新的一轮的反弹多头 对吧 我们说做波段交易 做的就是这种短线波段 那那部分交易者呢 他一直做空的话 那他赚什么钱 是不是 做空也可以赚点钱呢 未必吧 很多人都不是空头啊 所以呢 我们还是以大多数人的做多的思维来说啊 好 这个是C车PT 嗯 继续等下周 看能不能止跌 止跌之后 给根阳线就可以再做一个多头反弹了 因为他这个低点没有破掉这个低点啊 是吧 嗯 好 我们再看一下B站 B站 在技术面上发生了什么 下跌趋势线被突破回踩 止跌 那么已经有两周 两周的这个周线是阳线了 大家看 两周的周线是阳线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微星转转 而且此轮的下跌呢 就近几个月的 近两个月的这个下跌 比这个上涨是不是要短呢 然后呢 就出现了两根周线的阳线 这说明什么 有可能空头砸不动了 那么多头要弄起来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突破回踩止跌 做多是吧 已经涨了这么一截了 那么后期能不能涨啊 那不用想太多啊 其实现在画好 你带好你的进场点的那个止损点 你就往上看 对吧 他没破掉你的低点 他不就是涨吗 市场不就是 不是涨就是跌吗 你的止损点就是你 当时进场的时候设定的小的止损空间 你甚至还可以适当往上调一点了 对吧 止损点 你继续往上看就行了 那接下来就说明这一单没有走 对吧 但他也没有走空啊 现在没有走空啊 说明你进场之后 你目前还是对的呀 所以呢 看长线空的交易者 你没有看到技术面上的这种 这种多空的一个强弱变化吗 这边是空头墙 是吧 那现在又多头墙了 是不是得做一些局部的小多头 做一做 是吧 所以呢 外在环境和我们的股市有一定的关系 但外在环境只是我们博弈考虑的一种因素 说他重要吗 重要 那看怎么 看人们怎么去判断这些外在形式对股市的影响来 他有可能往你暴跌 但是技术面告诉你 他就在涨 那你怎么办 所以纯技术面的交易者呢 他还是处在较低的层次啊 是吧 事件呢 自有他运动的一种外在的规律 但资本市场也有一套独立的运行规律啊 你认为这两套规律是完全重叠的 那就有点 不够了哈 认知还是不够 好吧 我们简单说一下啊 你不要认为外在环境坏就一定会暴跌 外在环境好就一定会暴涨 没事这么说啊 只有个别人这么说啊 比如说基本面不重要 当然重要了 还有比基本面更重要的呢 K线的最终的博弈的一个方向 是吧 他你坏 也可以跌也可以涨了 是不是 你好也可以涨也可以跌了 一定要注意哈 这个思维模式 好 我们继续我们的列表啊 ADBE这个图的周线图 这个周线图给人的感受什么呢 下跌均线被突破了一波 这就是我们上一波 这波的回撤呢 三个这儿对吧 然后又止跌了 你看这两周周线是不是阳线呢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就说明第二浪止跌了呀 突破回台止跌 做多呀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是不是在这根下跌趋势线 也就是第二浪 那这整体是第一浪 突破上去了对吧 第二浪回撤 形成个双重底 大家还记得吧 做多 你看现在是不是涨呢 所以呀 认知层次比较浅的那些 他就看不到这种做多的机会 是吧 他就还认为是前空的 前空了吗 很显然没有 说明了 他们欠缺很多东西哈 当然我们希望他们欠缺东西 呃 因为我们会希望这样的博弈的失败者 来为市场输送资金哈 对不对 啊 我们希望我们都能赚钱哈 我们的粉丝 但是你的认知呢 你要跟着市场而变呢 外在环境 只是其中的一种影响因素 K线的博弈结果 给你带来交易的成绩 是吧 K线是一种博弈结果 而不是说完全基本面来 是吧 嗯 好 这就是ADBE是吧 涨的吧 说他跌了呢 你都涨了这么一截了 你止损调 往上调不就行了吗 就已经盈利了呀 我们在这就开始进场了呀 好 我们看一下OXY 西方原油 西方原油涨了吗 没涨 周线级别是什么图啊 无需认荡 是吧 暴跌了吗 也没有 好吧 这个图就是暂时先这么看 涨还是跌 看不出来 看到没 说这个通胀不打下去了吗 WTI原油不暴跌了吗 这个世界有好多资产 他不是按照一种标的的方向来运动的 因为每一个标的的博弈者不同 这根K线 这个原油啊 是另外一种交易资本 资本在那里博弈呢 他暂时就是没暴跌呢 是吧 还在这里震 也有可能不跌 也有可能无需震荡 也有可能暴跌 不都是按照原油的那个思路来 是不是 这个图接下来怎么走 也不值得做啊 这个K线都太窄幅了啊 都看着就行了 也不能做前空 因为他整体属于上涨周期 这个日期日线还没被下破呢 没向下破位呢 是吧 向下破位 他也有可能无需震荡啊 好 不要有固执的一个想法 我们看一下日线 是吧 他也没跌多少也没涨 是吧 就是无需震荡 这个图我们早就画出无需震荡了 只是希望呢 巴菲特加仓之后能涨 巴菲特加仓也不一定涨 因为巴菲特也是博弈中的一个因素 又不是都是巴菲特的股 这里 是不是 他的投资者也非常多元化啊 他有没有可能涨 有啊 他涨了没没有 那怎么判断涨没涨 局部下跌趋势线被突破回财值跌 就可以做一步 他突破了没没有 这呢 这个是小下跌趋势线 是吧 这就是技术位分析者 是吧 纯消息面交易者呢 你是掌握的大周期 是吧 你掌握大周期 你你要知道股市是超前反应市场的呀 可超前反应基本面的是吧 到底超前多少 你也不知道 所以技术面交易者更有优势 是吧 技术面交易者是博弈论交易者啊 而基本面交易者呢 也是一种滞后的博弈论啊 因为基本面总是滞后的嘛 资本市场是先行者嘛 所以你完全相信基本面也是不够的啊 我们看一下XLF 那么对于金融行业 有网友问来 说金融股可以抄底了吗 你的意思就是这是底了 你只能说这里有可能是一个波段的底部 那我们怎么判断它是否有底部 你看这个金融行业哈 我们银行业 这个投行业都在这里啊 金融行业本周是一根十字星线 表明下方这个支撑区确实有一定的效果 我们是什么交易者来着 我们是波段的交易者 我们是右侧交易者 他给右侧点位了没 这根小下跌的波段 他给右侧点位了没 没有 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是底 有 但我们是右侧交易者 我们的右侧进场信号给了吗 没有 能踩底吧 可以踩 但是不能做 右侧交易者指的是 下跌区的右侧 有更高的低点出现的时候 指跌信号给出再不再近 我想我的粉丝 应该都知道什么叫右侧交易者了 天天说啊 下跌区的现化好 说这个位置万一真的是底呢 还真有个这种可能性啊 但由于我们不是在左侧进场 我们是在右侧进场 明白了啊 对吧 你看这密集的K线 他这里横盘 他不是像这样垂直下跌了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就是下跌中继啊 刚刚破掉这个横盘 然后刚刚反弹测试横盘 然后继续往下暴跌 这种可能性有吧 所以市场是至少有两种解释的 所以我们做右侧交易者呢 胜率会略高一些啊 好吧 一定要注意右侧交易 下跌小区认的右侧 好 我们来看一下SCO 这个做空缘由 大家看这做空缘由 我们什么态度来说 假设他无序震荡 他就是一直无序震荡 是吧 那我要相信一年之前 都有一些人就说 哎呀做中长线 你能做得出来吗 你赚钱了吗 中长线 他没动啊 涨这么一周两周 就掉下了一周两周 这是啥 这是无序震荡 这是横盘 那后期会不会涨 我也不知道 你看本周又下落来了 上周是涨了一根 本周又又又又是阴线 说后期有没有可能 有啊 有没有可能不涨 也有 那这种图 他最近太磨叽了 你没法做 是吧 他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阳线 或者是持续性的阴线 你看这些还持续阴线来着 但近期是横盘 为了这样的 你甭管为什么 人家不愿意做 你看我就不愿意做这种图 就说明 也有相当多的资金 就不愿意做 就维持了震荡行情 是吧 那才说 有网友说 他点看不出来呢 你当 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不是横盘吗 那后期万一暴涨了呢 也尽量少做这种图 是吧 这种图都不好做呀 是不是 不像我们那些图 不像我们那些股票 那个图好做哈 所以大家一旦注意哈 你看不出来 并不代表别人看不出来 是不是 当你看出来的时候 别人也不弄了 对吧 别人早就早就远离 这种资产了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说为什么原油暴跌 这个做空指数 为什么没暴涨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呢 刚才说过一个原因哈 不同的标的里边的交易者不同 博弈者不同 他想涨就涨 想不涨就不涨 一定不能抱持一种 基本的面 就认为他所有相关的资产 都是一样的 我们说过这个市场 他不是强牛市 他里边的不同的标的的交易者 的想法不同 他愿意涨就涨去 他愿意都要跌 我们抓的是 愿意涨的那一小波 好 我们看一下FUBO FUBO 本周是一个周线的十字星线 这个股呢 现在只能按照临价 这个低价股来看啊 那又到一块钱了 你愿意做就买一百块钱的 亏没了也无所谓那种 但是如果按照技术面 技术面交易者来说 由于他创了新第一 表明我们之前的下跌趋势线的假设 当做一个反弹的预期 非常合理啊 那么现在给出右色点位了 看一下 新的一波下跌 给出右色点位吗 答案是还没有 没有 他希望 我希望他能突破上去 对吧 再回落一下 才才可以去再做一个反弹 那技术面交易者就少碰这个了 按照 连价股思维的 这种思维模式去做 就是买一百块钱的 不怕不怕那个亏的啊 是吧 有那么多在领长的震荡上行的 为什么不去做 这种只能按照低价股思维啊 你不要觉得之前赚了一波 后续你就还能赚 后续只能说有可能再赚啊 好 我们看一下能源类的 新能源 BE的周线 这个图呢 在宏观上 近期的周线图都是震荡行情 大家看 是吧 我们对震荡行情态度呢 是无序 就尽量少碰 或者只按照震荡的思路去看 对吧 下跌大趋势线的上方 突破回踩止跌 才能预取一个新的多头不对啊 那么现在都是震荡 是吧 少碰 我们看一下日线 这有没有可能弹起来 有 他不小盘古 比如说罗素不跟他图差不多吗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陡峭的趋势线啊 哎 你会发现在这进场的话 只剩到这么一点 或者放在这 再去过有个反弹 也是符合震荡行情的做法的 对吧 说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洗盘的最终终结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不是终结 也有可能 好吧 震荡行情什么时候终结 不知道 好 我们看一下plug 把这个一块说了 能源类的 plug和刚才的福布 还是福布像吧 又创了一个局部的低点 对吧 这个图呢 就不能去做 只能一波一波的做啊 那么达到右侧点分了吗 没有 看一下日线 没有 是吧 还需要继续等吧 也可以不做啊 我们看一下feel feel的周线图 进入到了下跌确实线右侧了 说进入到下跌确实线右侧 就一定能止跌吗 怎么判断止跌 首先 这个是第一浪啊 突破浪是第一浪 现在是第二浪 第二浪的止跌 这个最终的低点 要比第一浪的起点 也就是左侧 对低点要高 其次呢 我们还画的画画了一个下跌确实线的这个小小趋势线上 这个小趋势线 他有右侧点位了吗 现在突破回答 没有 他能不能止跌 还不知道 为什么进入到右侧 他也不一定止跌 听说过底下有底 是吧 听说过右侧之后 要提防再创新低的可能性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市场是千变万化的哈 是吧 所以右侧点位都不一定稳妥 是不是 有时候那怎么办 继续做空吗 谁让你做空 右侧的交易者就少做空了哈 是吧 在左侧的时候 我们不是做过熊市做了一年多了吗 是吧 也可以不做啊 有的人你要是怕的话可以不做 那你为什么要怕呢 因为你按照还是那句话 你按照外在的基本面的长线的思维 长期持股 你完全忘了我们做一些短线波段 你做空头也是短线的 这多头老是弄上去 你能拿长线空头吗 也不能 是不是 很多怪股 比如说特斯拉早就震荡上去多少了 苹果什么的 还在做长线空头 是不是有点在技术面上 有点做反了呀 那当然这些小盘股 有可能你做空 是又赚了去了啊 但涨的过程中 你心态会好吗 也不一定吧 有些个股已经涨很高了啊 好的 一定要注意每一个股 不能按照完全按照基本面来 更不能完全按照宏观基本面来啊 那个阶段呢 是在过去那一年多里 是吧 那么近期的行情有不一样了 所以不能千篇一类了 否则 那我这里分析半天 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性的这种变化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种变化 那说明看市场没看懂啊 那有些图就是这种到右侧震荡上行了呀 你不能盖住眼睛说还在下跌哈 好我们看一下GM 好GM的图呢 和和那个谁 和福特汽车还是像哈 继续震荡 说他为什么没拖上去 他不正好遇到那个银行业危机 他就跌了这么两三周吧 是吧 是没启动吗 继续震荡 看到吧 说他为什么没持续的直勾下跌 他不想 他后续有没有可能再跌 那就看能不能跌破这直升区了 是不是 这不就是震荡行情吗 你看为啥这震荡行情 因为历史上也有这种对应的位置 是横澎盘 是吧 怎么办呢 震荡行情就假设他拒震荡 我们要找到直跌点 这里有双重底 可以当做直跌点 可以啊 但是你删着震荡的思路 你必须得承担直存点 对吧 对不对 也可以等待这边下跌扇的右侧再去做 明白了 震荡行情跟趋势是不一样的 趋势有趋势的做法 震荡有震荡的做法 震荡是找到支撑区去进场 趋势是找到下跌的趋势的右侧的更高的低点去做上 当然两者也都可以按照下跌券上的右侧更高的低点去进场 都可以 但是震荡行情你就会错过一波啊 所以你看你选择哪种 这个交易理论了啊 好我们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是不是在涨啊 你看周现多 有人说是的呀 这怎么没有空下去呢 啊因为它是比特币 因为银行业危机了 那没银行业危机之前 我们也看涨了 这 是吧 在底下这朝理了呀 银行业危机只是到处第三周这儿啊 是不是 之前这本涨是什么危机啊 所以呢 你不能滞后的看基本面啊 只能说基本面又增加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博弈因素 但他不一定能左右所有的东西 是吧 一直左右 一定要克服这种 这种啊 大而无用的这种 那种那种东西哈 大而有用的东西自然会有用 大而无用的时候自然是无用 那怎么分辨呢 你多听我的了 你都知道什么时候有用 什么时候没用 好吧 这个图是正常上行的吧 你说能跌下吗 也有可能 因为现在是第三浪啊 一二三 有可能给四浪啊 当然也有可能不给四浪 到更高的位置再给第四浪的回车 是吧 因为周线还是比较弱的啊 本周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有没有可能给回车 有 有没有可能不给也有 是吧 你不是说有经济 这个银行业危机吗 怎么又怕了 他是吧 台湾一带涨呢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要灵活一点啊 他跌了吗 没跌 趋势线被破下破位了 没破 是吧 趋势线才是我们的底线 不要在哪个点都踩顶哈 哪个点都踩顶的人 在NVDA上 是不是 我已经多次强调过来 如果强势领长的那些图 你能做反向吗 不能 好吧 我们今天第一期先说这么多 后续我们从奈飞继续开始分析啊 待会见